随着时代发展,影视剧的尺度也越来越大。 在某些导演的眼中,衣着暴露,衣不蔽体就算是妩媚性感了。 而某些演员更是频繁在剧中打擦边球,貌似下一秒衣服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了。 其实,用这些方法来凸显女演员的媚态,反而落了下场,会让观众觉得艳俗。 真正妩媚的女演员并不需要卖肉,甚至可以用七八十分的容貌表现出满分的风情。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那些魅谷天成的女性。 第一位,张曼玉,青蛇,小青。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香港的娱乐圈美女如云。 在这些人之中,张曼玉的容貌算不上顶尖,但是她却凭借自己的气质圈粉无数。 要说张曼玉最妩媚的两个角色,无疑是青蛇中的小青和新龙门客栈中的金香玉。 这两部电影题材和背景不同,也展现出了张曼玉不同的风格。 不少网友都觉得,张曼玉饰演的青蛇超越了王祖贤饰演的白蛇。 小青作为蛇妖,保留了妖的本性的同时,也体悟了人间的感情。 所以张曼玉的一举一动,既显得妖异,又不是风情。 往往只是一个眼神,就能把自身的妩媚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而在金香玉这个角色,泼辣却不是妩媚,风骚却不是善良。 种种矛盾的气质结合在一起,让她一颦一笑都足以勾人心铺。 即使如今张曼玉已经57岁了,但是在气质这方面仍然拿捏得死死的,只能说女神就是女神。 第二位,郭珍妮 母仪天下,赵和德。 郭珍妮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2005年凭借电视剧《哑巴新娘》正式出道。 郭珍妮的容貌同样并不出彩,论人气和知名度,她跟同龄的女星也无法相比。 但是她的演技很出色,往往一个眼神就能展现出极致的妩媚。 最具特色的应该是《母仪天下》中的赵和德了。 单论剧中的颜值,她确实很难跟佟丽娅饰演的赵飞燕比较,但是她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魅惑气质,很容易就会让人沉迷。 这一点就更能体现出气质的重要性。 在戏外,郭珍妮只是个普通的美女,但是在看她演戏时,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个绝世美人。 在这部戏里,她的一身妩媚静在眼里,一双眼睛灵动得仿佛会说话。 看到她这副样子,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皇帝独对她格外宠爱了。 第三位,袁立。 汉宫飞燕,赵和德。 袁立在汉宫飞燕中同样饰演过赵和德这个角色。 那时袁立刚出道没多久,年纪也才二十多岁。 其实,当时的袁立表演经验还不够丰富,演技也有提升的空间。 不过,她的优势也正在于此。 娇俏可人,兵机晶莹,用最美的年纪,诠释了什么叫回眸一笑百媚生。 论容貌,她要比郭珍妮更生一筹。 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仿佛会说话一样。 这样的原理真的太适合扮演赵和德这样的爵士美人了。 另外,汉宫飞燕中扮演赵飞燕的赵明明也是一个风情的美人。 在当时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 第四位,雪梨。 天龙八部《马夫人》。 雪梨本名颜慧明,1979年进入影视圈,并且第一部作品《倾情》就跟周润发达到,期点可谓非常高。 后来她又陆续出演了《英雄出少年》、《侠女传奇》等经典作品。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雪梨,整部《天龙八部论妩媚》只服雪梨饰演的《马夫人》。 《马夫人》康敏这个角色的设定有些类似潘金莲,都是那种又毒又魅的形象。 同样的,雪梨在剧中也没有通过暴露的服饰来表现人物特点, 而是通过自己的表情和动作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万种风情, 把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诠释得淋漓尽致。 第六位,许晴,邪不压正,唐凤怡。 作为娱乐圈中的不老女神,许晴身上的魅力是许多女性无法媲美的, 不然也不能让冯小刚的人为之着迷了。 2018年,许晴参演了《邪不压正》,在影片中饰演北平之花唐凤怡。 已经49岁的她完全看不出老太,反而有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。 而且,许晴的身材也无可挑剔,是非常标准的S曲线, 简直把唐凤怡这个角色演到了精髓。 其中最精彩的一幕还是许晴被羽屯的特写, 那个片段在电影上映后直升热搜。 众多网友为其神魂颠倒, 有人曾问导演姜文为什么要拍许晴的被捕。 姜文也毫不避讳地说,因为美啊。 而电影中的另一幕,彭于燕给许晴打针的那段戏, 她将角色身上的舞昧展现得淋漓尽致, 就连观众都直呼,把持不住。 第七位,王军兴,成寨英雄,花曼。 2007年,王军兴获得香港小姐亚军, 从而签约TVB正式出道。 在香港演艺圈逐渐凋零的环境下, 王军兴是为数不多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花旦。 尤其是在《承战英雄》中的表现, 着实让她圈粉无数。 虽然她饰演的花曼是女二号, 但是她身上散发的魅力却十分吸引人。 一双桃花眼电力十足, 有时浅浅一笑便满是风情。 花曼不仅是妖娃我妹的舞女, 同时也是身手敏捷的刺客。 这种又艳又萨的人物着实吸睛。 第八位,吴永威,迎狐言如玉。 1993年,吴永威就凭借银湖登上了自己的事业巅峰。 相信看过这部剧的观众对她饰演的颜如玉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。 这是一个让曾华欠多黯然失色的角色。 吴永威的容貌其实也算不上顶尖的美人。 年轻时她的脸比较胖,嘴巴也比较大, 显得不是那么精致。 但是她身上的那股魅却是浑然天成的。 从她第一次出场, 观众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角色充满诱惑与野性。 一言一行看起来是在挑逗, 实则让人难以接近。 眼角处的那颗痣也增添了她的风情。 尤其是这种歪着头含笑不语的样子, 更是能感受到从她骨子里散发出的妩媚。 第九位,妮妮,精灵十三差,玉木。 谈到风情万种这个话题, 自然绕不开精灵十三差中的妮妮。 精灵十三差对她来说可谓是初道级巅峰。 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, 让观众见识到了她的妖艳和妩媚。 她的美仿佛就是为了风情而生的。 更重要的是, 她饰演的玉木毫无表演痕迹, 似乎她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角色。 当时她年仅23岁, 却把一个成熟女人的韵味展现得十分到位。 穿着旗袍落落大方, 一举一动皆是美火。 第十位, 陈好, 粉红女郎, 万人迷。 2013年, 陈好参演粉红女郎时年仅25岁。 其实, 她本来不想接这个角色, 因为觉得跟自己的形象不搭。 在导演的一再邀请下, 陈好才答应去试戏。 正是这个决定成就了陈好, 也让万人迷这个角色成为了经典。 万人迷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形象。 在演这部电视剧之前, 陈好从来没碰过类似的角色, 没想到, 陈好拍摄出来的效果出奇地好。 就算是表演得很夸张, 也完全不显得娇柔造作, 反而更能凸显出角色的特点。 在剧中, 陈好的大部分风情都体现在一双眼睛上。 媚眼如丝, 大概就是用来形容她的吧。 除了一双勾人的眼睛, 她完美的瓜子脸, 大波浪发型配上大红唇, 也十分吸引人。 走路时更是摇曳生姿, 自带气场, 让人挪不开眼睛。 第十一位, 猪猪, 天龙八部, 马夫人。 猪猪不是浓眉大眼的长相, 但那双狭长的眼睛和浅笑的梨窝, 让人觉得很耐看。 2021年, 猪猪在新版《天龙八部》里演起了马夫人, 这个角色是典型的蛇仙媚人, 她流转的眼波和笑而不语的神情下, 足以瞥见那股狐媚劲。 剧中的猪猪化着淡妆, 身着一身素衣, 看着并不轻浮, 而出彩的是那双似笑非笑的眉眼, 透露着魅惑力, 让人看了觉得心痒痒。 猪猪的风情印证了那句话, 美人在鼓, 不在皮。 如今, 再想看到这些魅鼓天成的女演员已经不容易了, 许多影视剧都把卖肉当成了一大看点, 完全失去了自然的风情。 而女星们非但没有抗拒, 反倒当成了自己吃饭的本钱, 也说明了一些影视制作人的堕落。 想要演出自己独有的风情, 除了颜值, 身材, 气质俱佳, 还要有扎实的演技, 希望导演和演员们能认真一些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, 大家还知道哪些魅鼓天成的女行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, 喜欢视频, 记得点赞, 订阅, 分享。 我们下期盘点,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